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好好收車 我是Jeff 紅家的Blender IS 我們之前在賽道上 已經稍微有試乘過的 那這一次我們特別在將它商界出來呢 那透過幾天的深度體驗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台車在一般道路上騎起來到底如何 那這次影片呢 將會跟您分享四個 我覺得它必買 我覺得它非常不錯的點 那另外還有四個 我覺得你要再多考慮一些因素 那如果你喜歡這台車 或是未來有益購入的便宜 我們千萬不要錯過以下的內容哦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喜歡它的第一點 它精雕細琢的外觀 那它本身是採用這種 ADB的設計語彙 另外呢 車身整個用比較銳利 比較有輕略性的線條 去表現出張牙無爪的那種感覺哦 那特別是 它頭燈的部分 它是採用這種 視野投射式LED 那另外方向跟尾燈 它也都是LED形式的 比較有趣的是 它還用烤漆鍵 以及這種 消光的烤漆面 還有這種 非烤漆的那個 塑料鍵 去堆疊出它這種 層次感 那此外 它還有非常多小地方 我會覺得它好像要 努力去營造出那種 ADB的感覺 像是全車有許多地方 它都是採用這種金屬鍵 包括它的後扶手 以及它的鋁合金腳踏板 另外呢 右側 它還有金屬的保桿 那還有這個封鏡 我也是非常喜歡的 它其實不用工具 就可以進行調整 它總共有低 中高 三段可以進行調整 那它調整的幅度 其實也非常有感 首先 這是最低的段位 中段 再來 最高段 從最低到最高 它的落差可以高達7公分 所以它實際在擋縫效果 我覺得是非常不錯的 還有一點 不說你可能不知道 它在旁邊這裡 它其實是採用橡膠鍵的 它不是塑膠 所以是軟的 姑且不論你真的 會不會拿這台車去 也會不會倒車 某方面我也可以感受到 它在這個外觀 氛圍營造上的用心程度 我覺得這點我是蠻喜歡的 此外我還發現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 它的椅鏈開關 有兩個 首先在T-Lex的瓦斯物這邊 它有一個 那另外 右邊把手上 還有在一個 差別是什麼 下面這個 可以讓你在熄火的時候 進行坐墊的開啟 那如果你有時候 不想熄火啊 你的車還是發動的 你就跟它右邊把手 去進行開啟 第二個 我覺得你可以買的點 是它充沛的動力 首先呢 我們都知道 它的動力單元採用 跟SDR-300一樣 278cc的單缸隨能引擎 不過呢 可能有鑑於之前 自己開發 SDR-250引擎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它動力表現 有點介於 250跟300之間 首先呢 它雖然沒有250那種 低速那種衝進 不過呢 我覺得它在低速的時候 它的動力反應 我覺得比300還要再順暢 另外呢 它也同時擁有 SDR-300那個中高尾數 它比較好的延伸型 所以這顆引擎 我騎在市區啊 它其實給我的動力 幾乎是任何速率 它都有算是順暢 飽滿的輸出 我覺得在市區騎起來 我覺得非常好用 第三點 我滿喜歡它這個懸吊的設定 前方它是採用 凱亞把37星的倒立式前叉 那後方其實也是採用 凱亞把的畫屏後避震 富裕在可調 根據我詢問過官方 它前後避震的行程 分別為90mm 以及後方65mm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 其實這一組懸吊 它真的不是讓你去越野用的 它行程沒有那麼長 所以與其把它理解成 黃牌的ADB速可達 不如說它是有著 ADB外觀的運動速可達 因為它整個設定上 除了是一般 鋪裝道路使用之外 另外它的調校 我覺得是比較偏向運動化的 所以說呢 其實我剛剛在山路上 我會覺得它在過彎的時候 不然你在煞車 或是彎這種支撐性 我覺得都是夠用的 你在彎中解禮你的動態 搭配它整頭部的車台 它算是能給你滿穩定的過彎性機的 如果你喜歡的是 比較運動化的騎乘 我相信你也會滿喜歡 它這一組懸吊的設定 第四點 超無想像的迴旋性 那這迴旋性 其實不管是它在低速的時候 你要迴轉 它跺腳非常大 那再來呢 搭配它整個1390的短軸設定 所以其實你在騎的時候 你不會有覺得 它是一台黃牌彈的感覺 它整個車身尺碼 其實跟白牌155的級距 我覺得差不了太多 所以騎的時候 我會覺得它轉向性 整個導向非常靈活 非常流量 唯獨只有在你在牽車的時候 稍微比較感覺到它的分量感 因為它本身的車重 159公斤 那這車重當然比起我們白牌車 算是真的比較稍微偏重一點點 但是對於一般男性來講 我覺得這牽車是沒什麼負擔的 有好也有壞 事情總是一提兩面的嘛 它總是有一些比較不敬人意的地方 首先我跟大家分享 你要多考慮的一些因素 第一點就是它的傾腳 那之前我們在賽道試駕過 確實它在傾腳稍微大一點的時候 確實會磨到船底 雖然它過彎穩定性是不錯的 但是在下傾腳的時候 我的腦海裡 總是忍不住 會浮現 欸小三哥的那個容顏 它的傾腳真的太小了 抱歉啦小三哥 開個玩笑 不過其實我們後來有發現 BrainRX 它整個在前叉的設定 鎖附於三腳台的時候 它其實前叉的頂 會突出 我們下三腳台 大概兩三公分左右 其實我滿好奇的 因為你這樣前傾腳 以及拖翼距 勢必都會受到影響 其實它確實會有著 比較好的轉向性 但是一方面呢 它也降低了它的離地高 所以我在想說 會不會是因為這個設定 才會讓它在大傾腳的時候 會磨到這個船底 如果是我的話 購入這台車 我會希望 將前叉可能再重新調整 讓它的離地高重新設定 騎起來應該會比較安心一點 第二點 我覺得它引擎的怠速震動 會比較大一點 這邊剛好有一瓶水 跟大家示範一下 好 放著開啟引擎 對我們可以看出來 它震動 真的是稍微比較明顯一點 那我實際坐在車上呢 除了屁股會感覺到 確實車子有在震動之外 另外把手 我也覺得 它震動的傳導會比較明顯 你看這個後照鏡 抖動程度可以略知一二 不過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我要特別提一下 你在等紅燈的時候 代數確實你會覺得 震動好像比較大 不過你實際在騎的時候 好像就比較沒有那種明顯 那其實這台車 它的引擎 確實在調校上 是我喜歡的 另一方面呢 我也感受到 這個引擎的細緻度 永遠比較不如預期 我覺得這個也會讓 你的騎乘的體驗 稍微有點打一下折扣 那這方面的話 我也希望可以實際去感受一下 這個震動 你自己能不能接受 第三點 不如預期的舒適度 我們剛剛有提到 它這一組Caba懸吊 它其實有點比較偏向 我覺得比較運動化的設定 路感會比較明顯 這時候如果你騎在視覺的時候 特別遇到那種 不管人孔蓋啊 或是有比較大的起伏 我都會覺得 它這個震動 直接傳達到身上 感覺特別明顯 路感真的比較明顯一點 那如果你有對這台車 你要做通行使用的話 你可能懸吊上 可能要再稍微調教一下 第四點 不太線性的煞車手感 那我們可以看到 BRAX 它採用一組可調拉桿 兼具可調的側腿總縫 那搭配的是 J-Huang的輻射對視卡鉗 以及 240mm的固定式浪花碟 然後先說一下 這一個總棒 它在煞車手感 其實是 我會覺得它形成 比較短且硬 那整體呈現的煞車力道 它是比較沒有那麼線性的 那具體來講 其實我暗一點點煞車 你會覺得 煞車力道實在有一點薄弱 感覺不太出來 好像有點煞不太出來的感覺 當你想要 比較充足更多的煞車力道 你又必須掐大一點 它才有相應的煞車力道 這個過程我覺得 因為它形成很短嘛 整個又非常模糊 你有時候會比較難 去做比較精細的控制 比較沒有中間範圍的感覺 要嘛掐太小力 沒什麼煞車 要嘛掐大力一點 感覺又用太多力氣 這個感受 我自己是沒有那麼喜歡 真的要購入 我會比較希望 可以針對制動步屏 去做升級去調整 總結一下 洪家騰 Brower X 其實它就是一台 披著ADV外品的 運動型速克達 從它的懸吊 動力表現 你都可以感覺它比較 sporty的那種氛圍 那另外呢 它在舒適度 其實也算是 大致上是OK 不錯的 那透過這一集點 不管是它的優點 還是缺點的分析 讓大家想要買這台車 可以更加的了解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有機會 實際到 永家騰門市去試一下 實際體驗一下 這一些你自己能不能接受 更加了解這台車 好的 那以上這一集就是我們 針對這台車的分享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們訂閱 按讚加開一小鈴鐺 那喜歡文章式的報導的話 也歡迎幫我們 Facebook按讚追蹤 那也不定期 都會有一些新車報導 或是改裝品的相關文章 這裡是H1MOTO 我是Jeff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